所以我们来看左边的先 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左边这边因为它浮起来 所以往上的列我们叫做 Borrent Force 对吗 代替阿宝安 往下的列列叫做Broad Weight 所以因为它是浮起来的 所以FB等于W OK吧 OK然后Broad Force According to Archimedes Principle 它跟你讲 其实是 它会相等于 你挣进去的这一个容量 就是你的液体 叫什么 Bendarian is a star gun 对吧 Displace Fluid的容量 它的重量来的 它有formular了的吗 FB等于Rho BG 有印象吧 这是它的formular 它跟 Tegana不一样 Tegana是H Rho G 如果是Broad Force 就是Rho VG OK我们就放Rho VG 放左边 Rho E 因为它正在液体E 所以是Rho E 不是看那个object的密度 是看它挣进去什么电梯 里面的密度 V咧 V我放E OK因为这个是它 挣在里面多少容量 对吧 这个叫V1 然后G等于Rho E OK 而右边这里呢 右边这里 它也是一样 往上 也是一样的 往上往下 上是FB 下是W 所以算的时候也是一样 Rho E V E G 等于W 对吧 OK 左边这个W 跟右边这个W 是一样的 因为我讲了 我用同样的hydrometer 所以hydrometer 如果它本来就是10kg的话 我放左边右边 都是一样10kg的 它的那个Broad 它是不会电的 所以这两个W是一样的 换句话来讲 如果W一样了 那么 OK 那么 Rho E V E G 左边这个 就会等于右边这个 Rho E V E V2G 对吧 V2在这里 V2 这个是V2 就是你正在液体里面多少 这个就是V2 G跟G可以排掉 对吧 我们把Density放一边 Rho E 除Rho E V2 把这个Kotun button放左边 把ECBadu放右边 OK吧 OK 有了这样子的formular了过后啊 我们可以大概了解了 对 你看啊 V2很明显 大过V1 对吧 V2 大过V1 因为它正在液体比较多嘛 所以V2大过V1 所以 V2除V1 大过E 你把V1搬左边 变除 V2除V 或者是你想要两边除V1 所以V2除V1 右边呢 就是V1除V1 变一啦 所以V2除V1 大过E 我们V2除V1 刚好也会等于 密度1除密度2 我们把它放进来这里 密度1除密度2 通过这样子的derive就是 把密度2放去右边啊 你就会拿到 密度1 大过M2 对吧 把 Toon button放右边变成 这个东西告诉你什么东西 告诉你哦 密度 这一边的密度比较高 这边的密度比较低 密度低的 会真的里面比较深 密度高的 会比较浅 会比较没有那么多 看了吧 你可以 你可以derive 或者是你可以理解啦 你理解的话 因为密度低 因为密度低嘛 这是 所以密度低的话 意味着它需要更多的 更多的这一个液体来 低时撒干它才会达到异样的那个 M1 所以它要真的更深 我一句话可以讲得清楚的 但是 看你明白没有啦 不明白你就要自己derive 慢慢去思考一下 OK 所以这一句哦 那么我们就理清楚了嘛 为什么 为什么它会讲这样子 这么快 这么快 更大浪 可以看一看 just in case它会出在 那个 不是全体啦 出在那个 characteristic characteristic 那个 chapter 那个 那个 section那边啦 可以 切切切切 hydrometer有什么呢 它讲 putih-putih brumbum dalam tabung kacau adalah untuk memastikan hydrometer sentiasa dalam kedudukan dekat leak shirts in the glass bulb to ensure it is always upright OK 就是好像 putawong 我讲 放 leak进去 就是不要 给他 让他用 面子 是的 比这个 made of glass so it doesn't easily corrupt OK diperbuat daripata kaccha supaya di tak udak terhakist 也不要 让他容易 腐蚀掉 所以他用 玻璃来做 因为玻璃 它 没有 玻璃 去年 我们cavichu 有学过嘛 它没有那么 容易 跟化学的东西 产生化学 反应的 所以 B肯定 正常 因为你要 test 任何的液体 可以 可以 made of glass so it doesn't easily use a small stamp to have a bigger interval on the scale menggunakan diameter batang yang kecil supaya selat skala menjadi lebih besar 他用 比较 小 一点 比较 幼 一点 它的 幼 是 这一个 就是 这一边 对吧 它的 button stamp 这个 stamp 这个 他用 幼一点 因为你这个东西 幼的话 意味着 你要 沉到很底 你才会 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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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得比较多 如果你要 沉多 容量的话 我就要 沉到很深 然后它的 那个 线 就会 很 很远 我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其实 这样子 看 看不出的 比如说 它本来 是一个 空空的 stamp 我 正经 水里面 我拿到 一个 横线 所以 我就会 讲 这个是 水的 密度 在这个 线上面 我们就可以 称之为 水的 密度 如果 我正在 油那边 油的 密度 比较低 对不对 所以 低的话 会 沉得比较 矮 所以 它 低的话 就是 它会 沉到 来自 这个 是 水位 你可以这么 想 就是 它 大概 好像 这个 这样 对吧 这个 是 水 我放进 水里面 我就在 这里 set 这个 是 水 的 密度 然后 我 这边 之前 是 水的 密度 这个 前面 这个 水的 密度 现在 放进 油里面 它就 撑得比较低一点 因为密度比较低 所以 这个我们就称之为 油的 密度 所以 它就 set 这个 scar 在这边 是 油 这个时候 你的 这个 hydromater 就会有 两个线 一个 一个是水的 上面 是油的 如果 你这个 东西 它 太粗 的话 它不会 很深 如果它 太粗 的话 应该明白 因为 你粗 的话 它就 不需要 下那么多 容量了 如果你 太粗 做这样 除的 不是 它的 那一个 scala 是这样子的 就比如说 这个是水 对吧 油会太靠近了 会很靠近的 因为它只需要 深一点点 它就已经有 很多很多的容量 正在里面了 所以 已经够 cover 它 那个 bouin force 所以 你要刻意的 做到它 幼 这样子 它的 那个 scala 就是 刚刚 那个 水 对吧 跟 油 之间的 距离 才会 远 如果 它够 幼 的话 要 明白 它的 每一句 讲的 东西 过后 还有 什么 menggunakan tabung yang besar dan batang yang lebih panjang 可以 使用 big bark and longer stem so that it will not sink easily in a low density liquid menggunakan tabung yang besar dan batang yang lebih panjang supaya tidak mudah tenggelam ke dalam cesair ketumpatan rendah 那么 它下面 这边 它就会 做肥肥 下面 尽可能 的 做越肥 越好 因为 越肥 的话 里面 就 装的 比较多 空气 那么 你算 它的 平均 密度 的话 就会 相对 来讲 比较低 如果你 里面 这边 又 小小 就是 好像 小小 个 然后 又 装到 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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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很 容易 沉 下去 的 因为 你的 平均密度 太高了 你的 那个 力 是 铁 来的 嘛 太高了 所以 要它 刻意的 做多多空间 多多空位 给它 因为 因为里面 转气体 所以 它就 平均密度 会比较低一点 这个就是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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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吹气 的时候 它是不会 飞上去的 但是吹气 过后 它会 飞上去 吹 吹 吹 我明明 吹更多的 重量 进去 但是 它会 飞上去 能不能浮上去 不是看重量 是看 浮力的 是看密度的 当 好像那个 balloon的idea一样 如果你不吹的时候 这个balloon的密度 可能大概 我不确定 但是我是 example 比如说 10 10kg per meter cube 这是它的 karton button 但是你吹了 一口气 下去 吹了一口气 下去 很多气体 在这边 你的这个密度 是 m除 v 虽然 重量重一点点 但是只是一点点 你的容量 瞬间 被扩大到 很大 对吧 整个号码 分母太大了 弄到整个号码 很小 你的karton button 小 所以你的那个 平均密度 就会低了 所以 密度低了 你这个balloon 才有机会 上去 所以要特地的 夹空器在里面 不是 不是讲 不要的 k为什么要做那么大 也是有原因的 k过后 k 同样的concept k 同样的concept 会用在这个 船上面 船上面 好像那种 载东西的船 怎么样知道 怎么样知道他有没有超载 有没有超过 超载多少 的那个 的那个东西 对吧 他载东西 万一 超过那个重量了 那个船就会很危险 那么他的每一两 每一个这种载货的船呢 他上面都有一个东西 有一个叫做Garis Plyzone Plyzone Line 这个线哦 是告诉你 呃 你在哪 你在当下 合不合格 就是会不会偏 太重 每一条线呢 它跟Hydrometer的道理是一样的 OK 如果你是Sea Water的话 Dalam 你你你正进去的时候哦 你会看到那个水位 在任意一条线上面的 要看哪里啦 Cost 第2勒 你要看的是 你的 你到底正在哪里 对吧 你正在水里面呢 还要进在潜水里面呢 还是什么 这个是Kedalam 曼阳 Selamat Dalam Aetawa 这边 这个区域呢 是安全的 Safe Dept in Freshwater Aetawa 如果你在 深海里面呢 比较安全的区域就在这里 你还set好好的那个Line 对吧这些号码呢 只是一个 只是告诉你啊 什么Line来的 过后 如果你在 Sea Water的话呢 就要 就要深一点哦 要高一点 你的船要高一点 对吧 船要高一点 很正常啊 因为 因为 那个海水哦 他的 密度比较 密度比较 想讲 密度比较高嘛 海水 所以密度高的话 他就不会沉的那么多 还会沉一点点吧 大概在这里 你不能够太低 也不能够太高 太高的话呢 你的船会这样 会反 对吧 太沉的话呢 就会进水 所以他要 他有那个Safety在里面 要这个Line的idea是这样 OK 这边会有写啦 OK 我们来看 因为船 它是有 OK 我们来说 OK 这边缘 OK 这边缘 the volume of the sheet, and lower its density прест數程度 ama ere Fernando��ya 이 랑 Uttara yang ber Brollinga overload �로就是空心 里面是空心,他讲 虽然船是由铁组成的 但是 这个铁里面是空心的 所以这个空心的铁 会大大的 增加它的 那个 isabadu 容量 increase the volume 所以就会降低了它的 lower its density 这个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balloon concept 我吹气底在里面 密度会降低 然后 要make sure它不会太沉 然后要make sure它的密度 会低过 海水 但是 但是有可能会沉 如果你overload的话 if it is overload the shape may sink deep into a water 你状态太重了 你的w太大太大太大了 超过了我们的balloon force的话 它就开始沉 开始沉海 所以 为了避免这种 overload的现象 才会做这个 the climb saw line garis climb saw 除了的功能是拿来 但是你不要超过 超过了就很危险 你就会撑 有这个机会会撑 OK so OK 我们来看 这个这个这个是 Archimini's Principle的一些 转多 OK 我也是一提一提会 做给你看啊 只要去用那一封的 OK 首先 它讲 an object is hung from the spring balanced as shown in diagram 2.46 我们 straightforward直接看问题啊 它讲 它讲到底多少的福利 也虽然我们知道福利 其实就是 rlbg 对吧 fb等于rlbg 所以boy and force 还是有第二个formular的 就是我们拿 actual weight okay brad sabana 减调 减调 apparent weight apparent weight apparent weight就是这个咯 就是 你过后量到的这个中文 有一个名字的 马来文 我看看 我看看啊 我看看啊 在某个名字之前 为了忘记啊 apparent weight 的 brad sabana 过后 oh brad 得 tara 这叫apparent weight brad tara 所以它 你拿brad sabana 减调 brad sabana 减调 brad tara 就会等于我们的 dia abonan 所以A很好做啦 40N 对吧 你拿60解释 20就可以了 okay 60解释 下一个 他讲 berapakah berapakah berat air okay berapakah berat air yang disesarkan oleh objek itu what is the weight of the water displaced by the object 你看到 weight of water displaced by the object berat air yang disesarkan oleh objek 这一句话 可 archimilisprinciple 因为 archimilisprinciple 他讲的是什么 这一个 berat air and disesarkan 会相等于dia abonan 所以dia abonan 40N 对不对 那么这一个 berat 也会是40N 所以也是40N 是根据 archimilisprinciple c 等度干 e c badu air and disesarkan oleh object itu 他讲到底有多少的 容量的水 是被这个object 代替掉的 我们要算这一个的v是多少 那么我们就用formular咯 因为反正是rollvg嘛 所以 他就用formular咯 他加 fb 是boient force dia abonan 会等于 that me to 1000 1000 他给好了 me to 1000 rollg v rollvg也可以 没有分别的 rollg是9.81 v不懂 如果搬来搬去 你就会找到答案了 当然是 4.1 x 10 2 x 3 m3 你要写0点多也可以 你要写0.0041也可以 1 2 3 0041 m3 也没有问题 it's up to you 只要明白就可以了 这个 诶 这个 诶 怎么他又多一题咯 好 问 volume of the object 这个是英文啊 英文多来一个问题啊 就是到底这个object有多少容量呢 因为 因为 他振完进去 看到吗 他振完进去 所以 你液体代替出来的容量 就是 你这一个object的容量 所以他也是4.1 x 4.3 当然 如果你是振一半罢了 振一半罢了啊 那么 那么我的 我的整个object的容量呢 就是 就是乘2咯 因为 比如说我振一半 只有1m3了 振在下面 一半啊 exactly 一半啊 example 那么整粒呢 就是2m3了 所以 但是我们 我们的这个formular啊 rho vg的这个v rho vg的这个v啊 是看你振进去多少的 只是刚好 这个他振完进去 振完进去 所以 所以 液体被代替出来的容量 液体被代替出来的容量 会相等于 object的容量 可以吧 所以东西你可以看英文版呢 是一样的 不要混乱你知道吗 你不要觉得这个v 它就一定是填object的那一个 178度就好了 因为 不一样的 要看了 如果你的object是振到振进去才是 如果你的object振到一半罢了 我也只会拿一半的容量罢了 所以要看它振多少 多少容量在里面呢 第二题 第二题 它讲 satu satu palan keluli membunyani berat 5.2N a steel bar weight 5.2N when the steel bar is fully submerged 这个是重点啊 fully submerged the random sapanonia 什么意思呢 就是讲 整个steel震下去 好像上面这样子啦 上面这个也叫 fully submerged 震到完进去的 ok 这玩进去过后 in the liquid its apparent weight 是4N ok 它的这一个 braic data 是4N 还有我们算 density of liquid if the volume of liquid is placed by the steel bar is 30cm q ok 这个 我们不看它的做法 看也是可以的 没有位置写的 当然你要一步做完也可以啦 你可以 我们可以先用dai abongan dai abongan dai abongan是5.2N 减掉 verat katara 是N 刚好会等于rho vg rho 是我们要找的 v 就是这个30cm q 但是我跟你讲过了嘛 做物理的 所有的问题 我们要尽可能的换成sri unit 所以就想一下 30cm q 换成m3 是多少 ok 其实是30 除 cm m的话除100 但是要除100q 因为有一个q 在这边 cm3 不过你可以自己算啊 也蛮容易的 等下掉我家里这样算 然后g19.81 啊 过后搬来搬去 你的density 出来了 就会等于这个 我叫你将换先 这个30啊 ok 大家会拿到这个的 就是搬来搬去吧 呃 这个三 这个30cm3 我们要加换单位 我重复讲到一次啊 这个其实form2 Mathematic的时候 呃 有学过的 可能不是volume 可能不是178度 但是 这个是它的方法 30cmq 乘1除1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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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完m 了过后 我们就是m3 了嘛 然后这边呢 我们就按calculator 乘咯 你就会拿到它这个答案了 三十乘10-6 对吧 这个是换单位了 这个是tukaunit的方法 过后我们要看 下一个part 再三分钟吧 也是讲不完了 呃 然后可能 你们先操一下啊 这个 这是换单位的方法 无论你遇到 呃 就算是 不就弹又好 对吧 呃 phone4 phone4的那一个 第八课 mathematics也是有讲过 speed 呃 拉筑那一些换法 换算也是一样 都是这种方法来换的 OK 第二个换多 呃 三分钟 呃 没关系 我讲过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换多啊 就是比较 比较interesting一点啊 没有那么 对吧 你有没有想过 呃 以前人没有那个体重积 他们要怎么样去 呃 要怎样去量大线的重量 大线的重量 要怎样去量 呃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嘞 可以用parting minute principle的方法 来做 我举个例子啊 举个example啊 举个example 我不确定 这个东西对不对啊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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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法 来去知道 到底 呃 到底 呃 到底大线有多种 我做一个example给你看了 ok let's say 在一个湖上面 我放一块木板 这个木板呢 我用1m 1m1m的木板 1m1m 然后它的 呃 ok我的这个木板呢 是1m1m1m的 然后它这边呢 呃 大概 大概0.5m的 example吧 0.5m 0.5m的深度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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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一下啊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 躺平 放在 水上面 放在水上面啊 可以假设啦 example啊 假设吧 它如果 只放在水上面呢 它是这样子 躺在水上面的 但是 当 架了一个 某一种东西啊 它沉进去了 ok 沉进去了 ok let's say 是一个animal any animal 沉进去 大象都好 什么都好了 它踩上面 它还是浮起来的嘛 对不对 然后 这个东西的 这一个 它沉进去多少cm呢 可以算的 举个例子 它沉进去 0.2m了 好了 沉进去0.2m了 问题来了 到底这个重物有多重 如果它沉进去0.2m的话 沉进去0.2m 要怎样算呢 ok首先 因为周围是水啊 我们assume水是密度是1000 1000kg per m3 ok so因为 因为它增进去了嘛 而且它增进去还是浮的 所以 那个 动物的重量 我们假设这个板哦 它很轻好不好 因为你可能会觉得 哦 板的重量也包括在里面了 没关系 我们假设板的重量很轻 所以 所以 往下的重量是只有动物罢了 然后 往上的重量呢 就是 代表 代表 so fb等于w so fb呢 是rho vg 等于w 对吧 w是animal的重量来的 所以我们就量了 ok w会等于 rho 1000 v OK volume是多少呢 OK volume因为它增进去0.2m嘛 对不对 所以它增进去多少容量呢 长 1m 乘宽 1m 1m 1x1 再乘高 高的话哦 只乘0.2罢了 因为我只增进去0.2m罢了 所以乘0.2 就是我的v g呢 就9.81 ok w勒 刚好是mg嘛 对不对 所以是m m是animal的重量 g是9.81 所以我们就割咯 割掉割掉 我们就可以算得到大概 到底这个animal 有多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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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选吗 你可以通过这个方法 来去算 任何东西的重量 所以是200kg 你算出来200kg 所以这个就是200kg 它的做法是这样子的 其实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来去指导对吧 因为200kg的东西 所以有哪一个秤可以称得出来 一定有啦当然 但是 平民用不到嘛 其实地方也很难找嘛 有这样可以量到这样重的 你看那种巴萨巴萨那种 也最多量到一个 六七十kg 罢了就不能量 体重机也只能量一个200 两三百kg 如果到1000kg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要用这个方法 来去量它的那一个重量 ok 所以这个是Archimene Archimene Principle的用法 ok so 我们暂时停一下自己先 剩下的那个Jonto咧 我们下个礼拜再讲 ok 讲完Jonto了过后 我们就讲最后一个part Penolive Principle啦 ok 没什么问题的话呢 等一下我们6点20分再 再进去啦 再看chemistry的啦 ok so 拜拜 等一下 拜拜 拜拜